《譚媽閣》 是雞蛋的日文發音 雞蛋是日本人的飲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材 而且雞蛋不單是一樣食材 還是日本文化和畜牧產業的象徵 所代表的文化是放心、安全 每一個雞蛋都包含了對放心、安全的高度要求 在此,我們會為大家介紹日本最特別的雞蛋 一說到日本,大家想到的是什麼呢? 風景 或是食物 日本料理又稱為和食 2013年12月 獨特的和食文化 以和食、日本人的傳統飲食文化為主題 成功申報了世界非物質文化而產 雞蛋 運用於日本料理的食材有很多種 其中最為常見的就是雞蛋 雞蛋因為容易購買、用途又多 所以在日本非常受歡迎 調理方式也有很多種 肉籽燒、大阪燒、壽司等等等等 各種料理數不升數 其中最特別的就是生吃雞蛋 醬、生雞蛋和專用豉油 淋上剛剛煮好的白飯 即是生雞蛋拌飯 雖然非常簡單 但在日本,無論男女老少 都對這道料理極為熟悉 壽喜燒是代表日本的火鍋料理 生雞蛋更是不可缺少的食材 將和牛的肉片入鍋煮熟 趁熱墊上生雞蛋食用 對於日本人來說 是不可代替的美味 日本雞蛋可以生吃 是因為雞蛋足夠新鮮 並且對三門時菌、抗生素進行徹底檢驗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為什麼日本人都喜歡生吃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日本的雞蛋農場 都會通過各種設備 對三門時菌、禽流感等病菌 進行多重檢疫檢查 到出廠為止所有工序都嚴密管理 引進先進設備 並由人眼、機械 進行重複檢查 對雞蛋的品質進行嚴格管理 經過嚴格的衛生管理 並且通過重重檢疫才能出廠的日本雞蛋 經過煎、蒸、煮、生食等方法調理 雞蛋最終變身成為日本傳統料理的和食 或者是日本人所喜歡的中華料理、西洋料理 雞蛋因為附含蛋白質、維他命、礦物質 是不可多得的營養食材 所以經常可以在餐桌上見到 是營養均衡的健康飲食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重要食材 日本的國產雞蛋 由於經過嚴密的本質管理 達到可以生食的優秀品質 在全世界範圍來看 都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安全食品 日本的雞蛋 每一個都包含了生產人員的責任心 為了可以令消費者放心食用安全雞蛋 每一位員工都竭盡全力 日本的特別雞蛋 使用來自日本的放心蛋、安全蛋 可以令大家的飲食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大家不如試一試吧 歌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感谢观看